到大公司会改运 今天我在看一个影片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算是 宗教方面的专家 他是说 你想要改变你的命运 其实你可以到大公司 林哲利你好 因为大公司的运很好 所以他才会发展成这样 当然他所讲的这一句话 我是可以认同 黄金城你好 但是各位 简单的另外一个问题 逻辑又出现了 你有没有办法进大公司 周美妹子你好 各位这就是我要问你 你有没有办法进大公司 我当然知道进大公司运会很好 因为毕竟大公司他是很稳健的 所以进去的人 其实基本上都不会太差 就是你的运很惨 公司也是一样固定要给你薪水 所以不会太差 所以当然你要进大公司改运 这个是很好的 一个方向 但是重点来了 你的八字 是有没有办法进大公司 重点来 重点就在这里 所以各位 你就要知道说 他讲的这个方法确实是有效 但是毕竟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办法进大公司 甚至自己的运很差的时候 根本就没办法进去 有没有解 没有办法进去 就直接被刷掉了 所以这一句 这一个改运法 我可以说 觉得很OK 但是 各位 你要记得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办法这样做 M1 你好 反而 我们 反而我比较会想要跟各位讲的是 M1 你好 你假如前提条件 你没办法进大公司了 然后这时候 你该怎么办 各位 重点就来了 你没办法进大公司帮你改运 这时候 你又在人生的第一潮 请问你该怎么办 这时候我问在座的各位 你们要怎么办 说来听听 你们要怎么办呢 来帮你们自己的运走比较好 再座各位 进大公司会改运 但是我现在就没运 我也进不进去 所以该怎么办 再座各位 你们有什么办法 说来听听 说来听听 各位 很重要 你们要自己去思数 不要 每次都是 尊崇老师的话 尊崇老师的话 各位 你们就很容易 你会遭受神经病的下场 什么叫神经病的下场 今天 一个神经病 从神经病院跑出来 然后这个神经病 就抓了一个人 准备要把他杀死 那这一个人 他就说 哎呀 我有家人要养 所以要放了我 这个神经病就跟他讲 我可以放了 但是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这个神经病就问这个客人 就问他抓了这个人 1加1等于多少 结果这一个人就回答2 结果神经病把他杀了 1加1不是等于2吗 对啊 1加1等于2 神经病说 你知道的太多 就把他杀掉 隔天 神经病就跑出来 然后又一样抓了一个人 要把他杀掉 这个人知道 之前这个神经病发生什么事 这时候神经病又问他 1加1等于多少 这个人知道 上一次回答2的那个人被杀掉 这一次他就能回答3 结果神经病还是一样 把他杀掉 为什么 明明就是2 你为什么回答3 太超过了 就把他杀掉 所以各位 你们假如 不动脑的时候 你们就会变成 神经病底下的这个受害者 各位 你们就知道了 他妈的老师就是神经病 好好地回答 可以容你好 所以各位 你们 这个就是我常常讲的 你们有没有自己的想法 有没有自己的想法 你得不了解 否则的话 你们叫做什么 任人宰割 任人宰割 我简单讲 没有运你要怎么办 我只给你一个情况 叫做养活自己就好 也就是说 我们被批八字 我们要先知道 我们现在是处于好运还是坏运 这是最基本 那当然我是处在一个不好的情况 而我也没有办法像这个 一样进大公司 那这时候的我 做什么事都不利于我 那我要怎么办 先求养活自己 有很多人连这一句话他都做不到 所以他总是在不对的运 他做了一个不对的决定 结果害惨了自己 我曾经有一个客人 我就跟他讲 他什么时候 他什么时候 HC你好 他什么时候运不好 结果他就在不对的时间 拍了桌子 跟主管讲老子不干 各位 当这样一拍下去的时候 到最后 他整整半年以上没有工作 他的老婆差点跟他闹离婚 就跟他讲 你是不是故意不想工作 你是不是故意不要工作 结果各位 各位是不是连养活自己都出了问题 更不要讲说 你要让自己如何更好 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讲说 当你们 假如在衰运的时候 先求自保 FAN你好 先求自保 你不要想太多 所以适度的躺平 我觉得是OK的 没有问题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讲 其实为什么你会陷入到低潮里面 而且是很糟糕的情况 因为很多人都是在不对的时间 做不对的事 所以八字在跟你讲 什么时间 你该做什么事 各位 这一点你们要清楚 所以批命 他是来让你预防的 让你知道什么时候 你哪方面的好运 哪方面的坏运 而不要 只是一直在追求 所谓的改运法 像这个人所讲的这个 我可以跟他拍拍手 讲得很好 今天有错 问题 今天你的运已经有够低了 请问你要如何进大公司 很有可能 你在前面的考试 就直接被人家删掉 都根本读不到你 要不要解 我也知道这个是好 所以各位 你反而 要先退而求其次 就像当时候的我 我去找了一份驾驾站的工作 能够先养活自己 再说 你的口袋先要有钱 能够养活你自己 这样子 你才有办法 慢慢的一步一步往上去 而不是连养活自己都不行 天天在那边讲 你的运如何 那更是没有用 所以各位 你们不要对很多的改运法 抱持著很大的一种期待 毕竟你要知道一件事 当你的人生 假如走到了低潮 真的 走到低潮的时候 什么改运法 基本上都不会马上见效 各位 你们要清楚这一点 我们的神话姐姐来了 我们给神话拍拍手 所以各位 你们要清楚的知道 我为什么不太在乎这一种法术改运 我不太在乎这种东西 我的学生他也是学术法的 我的学生他也是学术法 他当时候在学八字的时候 他的 感觉 他应该要让 要教我几招 能够避开这一种sha的方式 他觉得我应该要有这种东西 可是当他学完了以后 他就跟我讲说 老师你应该不需要 你不需要这种东西才对 我说对 我不在乎你教我的那些东西 因为我可以知道 我现在是好运或坏运 而提前去做准备 各位 我师弟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改运 会扶纵 这方面 各方面都可以透过这些东西帮忙改善 可是各位 当他发生事情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没有效 为什么 发生了就发生了 他没办法透过这一些法术 立即的改变 一切还是要从你自己的运势来看 什么时候是切入点 各位 所以你要知道 什么叫做预防重疑治疗 要不要解 预防重疑治疗 你不要等到出了事 才来找老师 老师也是双手一摊 没有办法 了不了解 没有办法 老师你好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 我要跟各位讲 这些改运法 在你还有运的时候 都是可以实行 可是当你没有运的时候 都来不及了 了不了解 都来不及了 所以你平常就要好好的帮你自己 就像我刚刚讲的神经病案例 他跑出来了 他抓了人 然后要把人杀掉 问他1加1等于多少 你只要回答对了我就放你走 结果这个人就说1加1等于2 对不对 神经病就把他杀掉了 为什么 你知道的太多了 隔天神经病又跑出来 又抓了一个人 又准备要把他杀掉 对不对 1加1等于多少 这个人说 昨天那个回答2被杀了 然后1加1等于3 你这个太超过 如果1加1等于2 你为什么跟我说3 太超过了 照样把你杀掉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什么 各位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你不要被神经病抓到 了不了解 最简单的方式 你就不要被抓到 这就是方法 否则当你被命运 这样捉住的时候 你就像这个被神经病抓到的 不管怎么做都不对 了不了解 不管怎么做 几乎都不对 所以为什么 在怀孕的时候 怎么做怎么处 各位 这不是你们感觉吗 在怀孕的时候怎么做 因为你被神经病抓到 你被这个命运的神经病抓 所以导致这种下场 最好的方法就是 我躲开你这个神经病 所以我时常跟大老板讲 我不像你们这么会赚钱 但是我不会落得跟你们一样 被钱追着跑 各位 我一直在强调这个官娘 我一直在强调这个官娘 了不了解 所以我根本不在乎 你讲了多少的改运法 那些都是在他有用 他有运的时候 他有办法做 一旦他没有运的时候 都没有用 真的没有运的时候 怎么做 怎么错 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躺平 吃吃喝喝 当猪羊 这样子 所以这是第一个 要跟各位分享的